瑞士的楊佳琳 姊達莉加總統決定 我們很期待看到這位瑞士的冠軍和台灣的冠軍的比賽 提格看起來是 目前看起來是瑞士好一點 但技術呢 我們就來拭目以待 瑞士這位選手 任飄零 瑞士這位選手 告訴我 他這個 以前 從前過得非常不開心 他唯有打拳才能令他開心 我們也呼籲大家 想開心的話來打打拳 現在一開始呢 看起來這個景象固有勝負 但是這個瑞士任飄零選手 他的力量是比較大的 力量是比較大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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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上裁判是我們自身的裁判 張慶玄 維安特警的教官 好 這個我們南方中華台北也打得不錯 這個距離感都相當好 其實這個跆拳道距離感都相當好 我們也希望有多這個跆拳道的好朋友 也一起來學習我們泰拳這個技術 我們看到瑞士任飄零選手 這個以他這個強大的力量來進行猛攻 裁判並沒有獨秒 希望繼續打下去 這個兩位互有往來 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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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這在力量上喔 瑞士的任飄零選手喔 穩也是一種 whooshing 超86的我想 這能不能撐下去呢 就完全贏靠我們這個 中華台北方旗少他的意志力 走舉 剛剛有點走舉 不錯 都打到 這個時間已經停了 這個雙方都非常的認真努力 中華台北隊一樣由這個范仲杰 范教練來上場指導中華台北隊 另一方面呢 瑞士隊的這個任飄零選手 他是由他的教練來幫他指導 他國際賽事這兩位都是第一場 第一次打這個國際賽事 那表現以這樣子來說 最近相當的脆 有場上裁判來確認兩位選手的過去 然後我們就開始比賽 這一回合呢 人飄零呢 也是用這個強大的力量 猛攻 這個中華台北的方喜早當然也是 也以強大的力量打回去 完全不怕對方 這個精神非常好 這個精神非常好 有很漂亮 一個走擊正中 瑞士的任飄零選手 在近距離齁 瑞士的任飄零是比較佔上風 有很漂亮的 這個選手也相當優秀 都具有上端攻擊的能力 左褲骨左邊腿右邊腿不錯 Light左邊腿兩個打得很好 基本的全腿組合 中華台北隊蠻耐打的抗打度非常高 他的意志還有鬥志都非常強悍 Light的呼吸狀 著急 吸狀 中華台北方洗澡的攻擊似乎有一點停滯 左中右邊腿 左邊腿右邊腿搭配得不錯 他的攻擊武器相當的高 跟飄臉拳手 打得非常好 我們也很榮幸邀請到台灣陸委會的主委 來一起為我們場邊的選手們加油 對於促進兩岸 還有港澳地區 這都有相當起了一定的作用 運動來促進彼此的友誼 這個最後一回合的比賽 中華台北隊的選手一開始有進攻 鬥志又來了 不錯 轉身邊拳 中華台北轉身邊拳 沒有邊到 剛剛任飄臨好像用卡波耶拉方式來打 不錯喔 方洗澡這一波優勢 馬上被任飄臨搶回來 走幾 班倒沒有分數 非常好 我們也不得不佩服中華台北隊的方洗澡 這個優秀的選手 很奮力的在抵抗這個瑞士的隊伍 這瑞士的選手 這個附近有脫落喔 這個蠻力這個實在是天生的齁 不管是體格上齁 先天就有優勢齁 的一員 主要排這種 順因為中華台 代表隊還有戰鬥力 走擊齁 連續攻擊之後任漂亮選手都伴責任的走擊 這個中華台北堅強的戰鬥意志不用我多說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這比賽有這個精神的話相當相當的不錯 這也是一場非常精彩的比賽 這不管是選手的這個意志力 我想請各位家長也可以放心 這個意志力如果轉移在科業上 我相信選手的科業也會相當的突飛猛進 好 不好意思我們中華台北隊的這個名字齁 我來更正一下中華台北的方形B 這場比賽呢 是第27場也是倒數第二場 特別賽事71公斤級冠軍由瑞士任飄零選手 這個獲得這次的冠軍 在場上這位小寶寶就是任飄零的兒子 這選手呢 這選手呢 跟我說從以前他就過得很不開心 四年前他也失去了他的自愛 所以他是獨立扶養他的小寶寶 但是只有一點 唯有一點能讓他開心齁 除了跟小寶寶相處之外 打拳 打我們拳 運動 是讓他最開心的事 所以他都藉由打拳 來把這些不開心忘掉 我們也祝福任飄零任選手 他未來 一切都很開心齁 打拳打到不能打 又來從事教學也不錯齁 希望他一路都很開心 那我們也 恭喜中華台北方錫蒂選手 他也獲得一個相當寶貴的經驗 謝謝 目前在台上頒獎的是我們世界 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的會長 盧啟貞 盧會長 我們非常感謝盧會長的支持 俗話說 巧富難為五米之吹 我們協會 舉辦了相當多的比賽 也參與相當多的這個 世界各地的比賽齁 我們都是奉獻自己的時間 精力 金錢 來捐獻 來投入 也希望由這個 藉由這個比賽 我們盧會長代領一下 這個各地也可以這個 這個 有機會的話 來參觀我們的 武館 來參觀我們的協會 來幫助我們協會 來幫助台灣的運動賽事 更加推廣的蓬勃 那這個影片我們看到的是 剛剛打的 他這個 任飄零瑞士選手 力量相當大 那我們方啟蒂 選手 也相當猛 也相當這個 相當有意志力 能打到最後 我們現在主播台 這個要頒獎台上 是上一個量級 冠軍的選手